台湾的劳工朋友好心酸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不但基本工资 政府不愿意调 现在就连每个月乖乖交给政府 打算自己未来退休用的劳保年金 都有可能有去无回 去年年底 民事一言堂探讨台湾的社会保险制度时 专家学者就预估 劳保基金将会在民国120年破产 没有想到才不到一年时间 预估的破产时间 就加速提前到了民国116年 这影响所及 全台湾750万名50岁以下的劳工 未来恐怕都将晚年不保 虽然劳委会打算以调整所得替代率 保险费率以及平均月投保薪资等等方式 来避免劳保破产 但是这结果代表了劳工朋友 现在将要缴更多钱 未来退休金却领的更少 我们想问的是 当军公教可以享有优渥月退缝的同时 为什么劳工却要面临可能领不到退休金的命运呢 是谁让社会保险濒临破产 前方200公区变速消息 电速10公里 前方200公区变速10公里 前方200公区变速10公里 这边这整个里面都酒店 每天就是啦 上去整个穿这个 这都酒店 三点半 差不多到四点半 客人大概都那时候出来 凌晨三点 当你我还在被窝熟睡 50岁的杨依郎还握着方向盘 左张右望 穿梭在灯红酒绿的林森北路街道 靠着开计程车 还有太太兼差洗碗 加起来不到六万块钱的收入 勉强撑着三代六口 经济好不败 客人吃虎去第一个接触到的 那如果经济败 大家就也斤斤计较 你就是连小会都少 你敢说20年以后 这个国家的财政还会是这个样子 搞不好再过两年 我们会像冰岛这样 18%我是真的很反对 那个退休金退下来 你还要再给他18% 一般的劳工呢 什么都没有 劳保的话大概都一次 都主张一次领完 很简单啊 你说劳保 劳保是亏本的 你再怎么样 也没有办法把它补回来 杨一郎的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翻开我们的国家债务表 劳保钱长负债超过5兆 这数字等于在5的后面 还要再加上12个0 研计算机都按不完 而且不到一年就从5兆 激增到7兆 工作的缴保费 退休的领研金 劳保与980万劳动人口息息相关 但负债累累关心的有几位 因为我们有特别处理发 因为还很久 所以就不会去算那些 劳保资金谁在运用 政府在运用啊 政府说了算不是吗 那要去干嘛 不晓得 因为我们现在要扫紙化 我不晓得 不晓得以后劳保会变怎么样 民众对劳保财务一知半解 专家精算后 提出民国116年 劳保基金将会破产 真的吗 我们请参与劳保财务 精算的学者来解答 我们事实上也有做精算报告 所以精算报告 事实上都会给主管机关一个反应 说现在应该费率多少 那你应该要设法去反应它 这个我们评估出来是 就是说它到了这个120年 它的累计余额 已经完全为负的一个状态 就是完全亏损的一个状态 这样 现在其实有一些像运动呢 比如说现在大联盟很热门 所以说像棒球大联盟 这个就蛮多人在看 租书柜台前 脸孔不断地转变 为庙观总人和顾客聊上几句 店后头的刘志忠 按照着漫画的种类 忙着进书上架 40平的店面 4万本的漫画和杂志 为这对40岁的夫妻 赚到稳定的收入 只不过当20年后 如果劳保破产 就对夫妻将手当其冲 就是这个月要讲的 基本上的花费 比如像子女的教育费用 像两个小孩 那平均这样起来的话 其实一年大概要三四十万 那贷款的话 我跟我太太加起来 大概一个月大概有两万多块 人生保险的部分 那这个每个月是大概一万多块左右 那另外的话再加上 我父亲那边 有时候他会用生病医疗费用 月支出七八十 绝对是跑不掉 您觉得你们这个年纪 存得了钱吗 其实我是觉得要存钱的话 现在目前装存钱 是有点难 像所以说我们另外才 就是说 之前几年丁的漫画店来做 看能不能额外增加一些收入 我就觉得辛苦无所谓 因为你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你不知道你是不是 还可以在公司上班 对 那万一你没有收入怎么办 为什么大家都能够希望做到退休 就希望当退休的时候 能够领到一笔的劳保的年金 退休金 那以后退休人家 至少有一笔钱可以养老 那虽然说钱不多 但它还是一笔钱 还是可以支付我们部分的一些费用 甚至于或者是全费量也不一定 那担心还是会担心 只是说会有点 会有点想说 现在政府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想想未来 像杨一郎或刘志忠一样 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的山明治世代 台湾有四百六十万 这群人必须兼顾父母及子女照料 难以存钱养老 已经让人丧气 现在还得面临劳保破产 延老时退休没有保障 奇怪的是老保基金规模 明明超过五千亿台币 为何会沦落到破产的地步 越来越多人退休 相对这个工作人口 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那你这个费率可能就开始 不足以支撑这些退休的人口 他所需要的钱 那所以如果你要调整费率 你可能一下就要拉高很多 原来老保的原理 就好像世代接力赛一样 年轻人缴钱 给老一辈的当退休金 等我们老了 再从别人身上拿钱过来 一代传一代 偏偏台湾又少子化 缴钱的人少 领钱的人变多了 老保的财务遥遥遇坠 所谓的隐藏性负债 应该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精算的报告里头 经常都把它叫做 未提拨的负债 现在老保他的这个提拨的比例 大概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5%的状况 我们应该准备100 可是事实上我们只有准备5块钱 那那个95块钱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 未提拨的精算负债 延后退休的年龄 是避免老保破产的方法之一 类似的戏码也在英国上演 结果导致英国史无前例的打把工 如果说是一年两年我们还可以同意 那还要看个人的财务状况 有些人是希望说能早点拿 延后退也不愿意 他会延后就一定是 他的那个财政一定有那个嘛 困难嘛 政府计划提高老保费率 降低所得替代率 拉长月头保薪资的计算基础 来解决破产的危机 只是角多零少 难道政府不该负责吗 事实上不可能破产 天塌下来比我们高的人会顶 我们社会要一个共识 就是任何一个世代的人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交到足够的保费 来养育你的上一代 马来兴可以帮我们填一下吗 是用总金的希望 就是以后会加税付 对吧 不是 今天其实已经负贷80万 对 你说我身为祖孙的想法吗 当然是会有一点倒霉啦 就变成说好像赚钱 赚钱变成是一件 我很辛苦赚很多钱 但是我这些钱还不是要拿去偿还的 有点不甘心说为什么有很多 有很多不是我们用的 为什么都要我们这一些 大部分的这些上班族中产阶级去付 或者是说未来我们的小儿子 要去背这一些债务 其实也是会有一些这种的 这种的会有一些不平衡 年轻学子和中产阶级 要解决的财务黑洞 不光只有劳保 关系60万军公教人员的退休抚恤金 也是客位爆弹 而且是颗威力强大的原子弹 整个的余额的用光 可能是在118年可能会发生了 那所以呢 会不会对年轻的军公教人员 产生很大冲击 当然是很大的冲击 提醒所有的人就是说 这种必要的提高费率的时候 是为了大家财务制度的安全性 退府的制度加工保的制度 我们每一个公务人员 他如果是60岁退休的话 甚至都在55岁左右退休 那么到86岁 他差不多可以领30年 那一年如果可以领80万的话 70万就好了 那总共是可以领超过 限制超过2000万 也就是我们如果在南部一间 透天错 价值如果是600万的话 国家欠每一个军公教人员 都是煽动透天错的 我想台湾在对军公教 过度的福利之下 有一天会导致 是会从年 对军公教而言 我们是年金的亡国 新等国王的亡国 有一天我们甚至会年金亡国 因为这个政府会完全破产 而真的是整个国家会破灭的 二十年内 这些气球将会一颗一颗破掉 如果制度不改 又老又穷将是我们的未来 大家都得小心 退休之后晚年不保 人家都会说 阿里做 好 好 好